直接没卖了 行刺这桥轮胎啊 今年还能坚持下来 前前干了点活 全是水泥筷子 弄了个伤处又给扎了一下子 咱们摇个人来把轮胎换上 哎老板你好 干哪呢 我跟轮胎俩干起来了 赶紧来换个轮胎 对对对 现在嘎嘎 我给这嘎嘎等着你啊 这新的牙子这么高 这换上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哎呀我这失算了 买两桥好了 还真高一大块呢 这跑起来不能一拳一拐吧 没想那么多呀 头一次换轮胎 这后边的也高一大块 咱们轮弯换轮胎啊 就有点好处 想换哪边撑哪边 自带前几顶 哎到以前啊 人就让狮子过了 一只又省 师傅的意思呢 这轮胎啊不好扒 没有牙桥 一般人呢还真跑了不了 哎这里边怎么还弄了些线呢 我的妈呀 我说怎么旁边漏油呢 这下废了啊 这啥时候缠进去的呀 啊我这好哥们 看这个样的确实是不好往外拆 得用往外翘 幸亏今天咱们请的老板专业啊 非常的专业 有着40年换轮胎经验的 43岁轮胎打卡 这翘拿回去还能打了多少钱 多少钱 打不一百块钱啊 两千万一个 能不能两块钱 能不能五块钱能抽的 现在这个一百块钱打击你 那这趟多少钱 七十 这个打击你 这轴就握三十块钱 我去这什么轴啊 这个钱是多少你看看 我说怎么加油干不上套 那个油表糊糊的往下下 而且还跑不起来 先给我冲六个鸭 哎呀这不行啊 确实是一半高一半矮 抓紧带点款再买一球 好的那去买 视频呢咱们就先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感谢 就不想 好 好 感谢观看